大家好,我是阿映 今天要讲的是活地亚伦的全法文电影《迷失幸运仪》 上一期我讲过 陈茂然的港产爱情喜剧《不日成婚2》 做得比活地亚伦的这一套《迷失幸运仪》 我是认真的 而活地亚伦亦是出名快和多产的 由1966年到2023年 活地亚伦的作品已经去到第51套 平均每1.11年就有一套电影上映 当中有全世的经典曼哈顿 亦都有无厘头的《Erasional Man》 有好有不好 始终多产的副作用就是会令到作品的质素并不是千除百年 或者有邏輯不好的同学会问 为什么多产不能千除百年 你想想 就好像一个人 他是身受牢欲之苦 但是他就很难同时间可以自由自在 多产和千除百年 by definition 就是不通的两件事 而这一套《迷失幸运仪》 以我个人的取态 我觉得是活地亚伦本身平均的水准之下 可能因为法文实在不配 活地亚伦那种 浪漫又实在的电影气氛 亦可能是因为故事实在太不合理 而更加重要的是 那三个重要的电影人物都引不起我的兴趣 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可以说有时大师未必代表好看的 12月才刚刚开始 一个雷利史国 一个活地亚伦 当代经典的创作人有两个 交出来的新片都是令我会想 不如给多些机会新一代的导演算 至于为什么我会顶不住这部电影 还有为什么我看完之后会觉得 好了我终于都完了 片头之后回来再说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频道 我们频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视评论 每个星期二、四、六出片 我们会在这个星期五晚8点开始 在Instagram搞一个许愿活动 你可以提供一些作品给我们 而多人提的电影或者剧集 就会在年底以特别节目的形式出现 想参加就快点追踪我们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 按这个 icon 请我们看电影 可怜下我们几个乞儿 我们会很感激你的支持 在一个访问里面 Woodie Allen 考虑拍完这部电影后就退休 原因都是一些艺术以外的东西 主要是他陷入了他养女 迪伦法罗性骚扰的丑闻之后 要在美国找投资人拍戏已经变得很困难 而87岁的他也认真地想 他还有没有能力到处土人欢喜 虽然我说到自己不喜欢这套 迷失幸运仪 但实际上 如果他真的就这样退休 我觉得也挺遗憾的 毕竟这部电影的质素真的不是很高 如果他退休一部最后的电影 我希望最少有情迷巴塞隆拿那种水准 有点离题 回来 我们谈论这部电影本身的问题 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故事不合理 而且人物僵硬 但是这样讲下去一定会剧透 你可以自己决定看完电影先来看这条片 还是继续看下去 来啦 先剧透 故事讲述一个女人 我们的女主角 用香港爱情文学大师 史卿的说法 这个女人叫做仆街磁石 专级仆街 跟她上任分手后 嫁给她现任老公 大家都很羡慕这个女人 又漂亮 老公又有钱 又疼她 但她就觉得自己好像老公的花瓶 好像老公的战利品 实际上这个女人都真的觉得有点不妥 她又不知不妥在哪 直到有一天上班 她遇到她中学同学 她中学同学 第一句就跟她说 我以前很喜欢你 我以前比你暗戀 但是不敢跟你说 中学同学是一个作家 生活无忧 生性罗曼 她老公就是企业家 很爱她 令她变成一个上等人 这个设定 真是经典过头 正当我以为故事的发展 会是真爱和道德之间的争论的时候 戏剧的剧情急转弯 这个女人居然直接选择 跟高中同学偷情 道德 什么来的 吃得的 可惜女主角不是逼狠 偷情是不会有人原谅她的 而这个选择也是第一个我觉得有问题的选择 不是道德上的问题 是人物描写上的问题 我不是说偷情在道德上没有问题 我只是说她对电影的损害 重点不是在道德上 因为电影也有充分显示到她的内疚 和社会的不用 而这个问题是在角色的选择上 因为我看完这部电影 我都找不到她选择偷情 而不选择跟老公摊牌的原因 我知道这个时候 又会有人在下面留言 你未偷过情你不明白 虽然我不知道偷过情有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骄傲 或者在破水家庭生存 为什么要这么骄傲 而实际上一个故事的角色的描写 就是需要令到未经历过的观众 明白角色做这个选择的原因 为什么聪明的女主角 会觉得她老公 不会发现她偷情 她老公根本上是一个 是一个控制器来的 又打电话查她 又成又成 为什么高中同学 不会逼女主角 做一个选择 逼她和她老公摊牌呢 不要跟我说什么生活 什么鬼 作家可以坐在巴黎那里 慢慢写书 根本上面 就养得起女主角有得 并且女主角自己工作的表现 也都相当之好 绝对不需要等人养 现代女性 甚至她自己都知道自己 真正爱的其实是谁 那凭什么 她要去拖着她老公呢 不要紧 哲学家 德国的哲学家 黑格尔说过 存在即合理 虽然我知道黑格尔是想说 他只是研究事物的本质 而不是研究他们的存在 但是总之 是存在即合理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不合理 那样东西在她就合理 因为真正不合理 现在才来 她老公就找个私家偵探去查她 查到她真是偷情 然后 她不是跟她老婆摊牌 而是选择找杀手 杀死她的情敌 这个真是神奇到 一个 那么神奇 那么不普遍的选择 令到戏院里面的观众 全部都无所释从 大部分甚至以为是 导演抛一个笑点给他们 当笑声此起彼洛之后 才发现 真是死了个人 而这个这么变态的老公 其实故事上 只是用了几个 连名都没有的人 讲的 谷舍 去稍为铺战一下 他的变态 那就算了 杀人动机 都有分大小 一个是他以前的拍档 杀死了他 可以得到一世的财富 在谷舍里讲一下 另一个是他的情敌 杀死他不保证他老婆 不会找第二个男人 来派母给他的 他真是会这样选 真是会找人去杀死他的情敌 杀人是不是不应该 那么轻描淡舍 应该更加慎重去考虑呢 而女主角居然真是以为 那个男人 那个作家是不辞而别 这个世界是没有社交媒体的 没有电话的 没有email的 没有私家偵探的 那个男人作家来的 没有出版社的 没有责任编辑的 他没有家人的 人间蒸发会连一条新闻 都不会在Google搜索到的 好了 克格尔先生又再次出场 别管了 总之 存在就是合理 大导演 活地亚伦说OK 就是OK 然后当然 只包不住火 女主角的妈妈 发现了些蛛丝马迹 找到老公的私家偵探 怀疑老公就真的杀死了她的成敌 无证无据 女主角的老妈子 也没办法咬女主角的老公来吃 唯有继续扮无事 谁知道 她老公一早就知道 她老妈子有警棍 那你猜她老公会怎样做? 当然是杀了她老母 这个老公 可能你在麦当劳 不小心拿错了她的餐 吃了她的薯条 她就会打电话 找杀手来杀你 是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随便的杀人魔 如果她叫你麻烦借借 但是你听不到 你糟糕了 那你要小心 她明天就找杀手来找你 然后 然后结局 就让大家自己看 我举了刚才这么多的例子 讲了这么大段故事 只是想讲这个故事里面 主角群 几个主角 作出的选择 有多惊人地不合理 而套戏的气氛 有多日常 多普通 做一个故事 它的合理程度 很多时都要在故事的初段 或者中前段 落一个anchor 就是定位 例如科幻 这些科幻的故事 很多时初段 就会让你知道 有飞船 有星際旅行 合理的范围 就会定在观众的心里 又或者大屠杀之类 试人命如草戒的电影 电影初段 就会不断派便 当别人不断死 令大家明白 这套戏的人命 就是这么廉价 但作为一套爱情喜剧 人命去到中段 突然之间 变得这么便宜 这么划 就是令到我没办法 投入这套迷失 幸运仪的主要原因 亦都浪费了一个 这么漂亮的主角 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 就是这么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 类似的资讯 或者看多点我们的评论 麻烦帮忙 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我是阿盈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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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